立法院国民党团昨天再提出八大疑点 呼吁卫福部长陈时中 公布快筛季的采购会议记录 以及卫福部与高登采购案签订合约来事宜 说明为什么会让小吃店神情大变身 国民党团昨天也表示了 已经行文卫福部很多天了 要求陈时中提供快筛采购会议记录 但目前截至目前为止 陈时中没有提供 会不会到时候又说没有会议记录呢 而国民党也怒批 这是典型的政府图立特定厂商 检调应该要介入调查 能吃下16.5亿的快筛大单 从小吃店华丽转身做生衣 蓝军讽刺根本是台湾小吃店传奇 高登黑幕连环报再接神秘面纱 背后金件绿金网络 高登金主长红董事长林俊辉 同时也是万物皆可待公司的负责人 但这家公司的前负责人陈俊逸 两人是分别从母从父姓的亲兄弟 而陈俊逸现在则是民进党立员党团 总召柯建民的办公室顾问 难道又是绿油油出头天 政治干预商业 你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这个政治是谁 你的亲戚朋友 或是党政高层 或者绿油油的立委 共民党没有骂我 我还是没办法做 我还是不能做 对此柯建民表示 陈俊逸2016年进到办公室担任助理 目前挂名办公室顾问 还说这件事不用扯到我身上 那被我登记为公司的负责人 但是呢 所有事情都跟他无关 而高登董作刘伟泽直言 自己负责捍卫服部谈合约 资金由敞红负责 蓝军质疑根本是人头公司 夸张的是指挥中心发新闻稿证实 高登未投标 因此未进入审查文件程序 竟甩锅给在野党 称1700万计快筛泡汤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陈俊逸中6号晚间 紧急和亚培公司谈判 要加购2000万计快筛 其实都是实际型的 用起来比较困难 我请他们去敲谈看 没有一些计型 不要那么大一包的 所以到目前还没有跟我来 报告说到底签了没有 但明明可以找原厂 为何一定要透过一家小吃店来谈 与完全没有履约能力 甚至也提不出履约 担保的一家公司来签约 请问这种采购案不是图利 那什么才叫图利啊 高登之乱烧出背后滤金撑腰 但对老百姓来说 何时不用疯抄 买得到快筛比较重要 这一家呢 备受争议的高登环球生意公司的董事长 他叫做刘伟泽 那么他在拿下卫福部 16.5亿的快筛采购案之前 去年涉及了一起 日本知名动画商 吉普利口罩授权的诈骗案 而目前呢 这起诈骗案 人正在由这个台北地检署 黑金专案组 侦办当中 而根据了解呢 他背后有一个缜密的七人帮 各司其职交错掩护来行骗 不仅把这个被害人唬得团团转 甚至骗说要找在大陆爆红的艺人 这个刘庚宏代言 而这七个人目前都是检方 整版对象 好快筛设计 民众买不到 但是呢 采购又爆出了一连串的一些争议 尤其政府先花了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购买了这个快筛设计之后 又要民众自己花钱去排队实名制 去购买 这种现象呢 让在党的立委炮轰 人民根本是背拨两层皮 更质疑整个采购的流程 是否又是黑箱呢 因此呢 立委呼吁了 政府应该尽快把快筛设计的采购价格 公开对国人来说清楚 民进党政府对于防疫物资一贯的手法 都是先通过饥饿行销 没办法超前部署 甚至到最后来成立国家队 相关的价格又有独立厂商之嫌 为了要弥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呼吁 政党应该要公开快筛设计采购的价格 要公开扣拟 如果防疫四同作战 快筛设计等同于防疫物资 等同于战略物资 应该透过国家来去统一采购 而不是一方面政府跟厂商采购 二方面还要民众自己花钱再来买快筛设计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的过程的采购的流程程序正义 中间价格的透明 都应该来向国人报告 政府快筛计这件事 它应该在招标的过程中 应该要更公开透明 尤其是未来到底政府花多少钱来买这些快筛计 至少在价格范畴上 应该要给国人一个清楚跟明白的这个交代 那另外我们也知道 因为这个快筛计是这个防疫中的这个重要物资 那现在政府是用公帕来购买 但是我们也知道 民众还是需要自己掏自己的钱来买这个快筛计 那所以这个过程就会变成是一条牛巴的两层皮 民众既然要这个支付公帕来买 让政府买快筛计 但是民众又要自己掏钱再买 所以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政府也要考虑 就是说这快筛计的供应呢 应该要予以更多的这个公费来提供 或者是甚至要给全民作为免费来提供的这样子的作为 快筛计居然行政单位提出来说的价钱 跟地方政府采买的价钱差异甚大 更严重的是 我们的总预算大笔大笔的边 早已经超过两兆 特别预算也持续的边列 早就已经超过8400亿 这些的钱用到哪里去了 已经编的这些预算 已经花的这些钱 难道都不能够用在百姓身上 一定要用在大内宣洗脑上面吗 行政单位于心何人 陈时中陈部长行行好吧 但目前却出现了疫情缓打的现象 原来是日前有一名年轻的女子 她打满了3G疫苗后 仍然死亡 引发民众对打3G的保护力开始有疑虑了 但专家认为打3G疫苗 确实能提高保护力 也能降低重症的发生率 周末一早 民众来到松山捷运站接种站 排队准备施打疫苗 松山接种站近四天 实际接种率最高也只来到61.8% 现场医护透露 比起上周施打人潮锐减 4号一名24岁女子打满3G 没有慢性病齿 但并发至死亡只有6天 打疫苗到底能不能防重症死亡 引发外界疑虑 截至5月3号 本土染疫重症者 有31人未完整接种疫苗 占比74% 已打3G的只有10亿人 占比26% 显示打3G重症者比例偏少 国外研究也指出 Armicron的危害本质与先前变种 没有差异 打疫苗能减少住院率 死亡率 效果更显著 专丹认为 施打3G疫苗 对提升保护力确实有功效 但民众若染疫 也要时刻警觉自身症状 以免延误就医 轻症变重症 借先红入草车园 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 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 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 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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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